不少人会吃进补来暖暖身 但眼科医师提醒了 有些人是因为体质的关系 如果说长期吃的太补会导致眼睛发炎 建议平常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当进入冬季或是年节假期 民众都会想要进补点来强壮身体提升免疫力 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 但有些人进补后可能会出现红彩盐 这是葡萄膜盐的一种 是红膜组织瞳孔及结状体在发炎的疾病 简单来说就是眼睛内部发炎 临床症状有红眼、胃光、流泪、疼痛、视力模糊 甚至出现非纹症状 眼睛外观不时有黄色分泌物 多数患者是单眼罹患红彩盐 只有少数人会双眼同时发作 另外红彩盐大部分不会传染 但是如果是病毒感染 例如聚细胞病毒就会传染 医事指出 因为进补而引发红彩盐的病患 本身红膜就容易发炎 通常只是一般饮食睡好没有压力 就不会有太大影响 也不会发作 但吃麻油鸡、羊肉炉、炖牛肉汤的时候 就有可能引起发炎 建议大家平时要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临床上也有青光眼的患者 吃麻油鸡后眼压就会变高 因此医生建议民众治疗眼疾时 也要调整好生活习惯 在适量进补的同时 多吃水果、蔬菜 注意加强运动 又不是及早跟医师讨论治疗方案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